当地时间13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美国白宫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尽管特朗普之后在记者会上描述两人会谈美妙 但就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-400防空导弹系统一事 双方没有取得进展 艾尔多安则称 他相信双方能够解决这个在过去一年里的重要议题 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克服考验 尤其是S-400系统和F-35的问题 他还补充说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土耳其可以考虑购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 艾尔多安在回程飞机上对土耳其记者说 我们认为让我国完全放弃S-400的要求是不对的 不能完全放弃购买S-400 全改用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我们说过可以买爱国者 但不能放弃S-400 这是我们的主权权利 另一方面 特朗普一直对普京持积极态度 并寻求改善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